哈喽我是脸大大的Apple 那讲到办公笔电的话 有人就prefer喜欢小台方便带出门的笔电 那也有人喜欢大屏办公 甚至一用了就回不去啊 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 越来越多科技厂商纷纷推出了15寸或以上的大屏笔电 那像是今年华为也推出了他们最新的大屏笔电 也就是这一台华为MacBook 16s 不仅用上了16寸的大屏 也用上了最新的第12代Intel Core的处理器 那话不多说 我们赶紧就来看看这一台高性能轻薄半公笔电表现会是如何 那在外观设计上呢 华为MacBook 16s呢 来码的只有这个Space Gray的配色 那它的外观呢 还是采用那个简单利落的金属机身 整体的质感甚至转轴的部分都是处理的不错的 可以单手开合笔电 最大的开合度为150度 那单手拿起来的话对我来讲是蛮吃力的 共有1.99kg的重量以及17.8mm的厚度 可是呢 对于这个16寸的大屏笔电来讲 其实它算比较便携的一款了 华为MacBook 16s最大的亮点之一 就是在这一块屏幕上面 采用3比2比例的16寸2.5K触控屏 那屏占比也来到90% 那还支持这个10点触控300nits的亮度 颜色方面是Delta 1小于1的高色准 100%的sRGB广色域 能够呈现10.7亿的丰富色彩 那整体呢 也经过了这个德国LINE TUV的色准认证 那这块屏幕让我最在意的地方 就是这个看起来更长的3比2的屏幕比例 那对比起同尺寸的16比9的屏幕比例呢 就可以显示多一个8%的显示面积 那多出这个8%的面积呢 就可以显示更多的打值内容啦 那像对于我们这些文字编辑工作者来说呢 时常要开很多的Tab 然后左边看新闻啊 逛社交媒体右边又要写稿的话 它打值的这个内容就可以显示更多 我就不需要一直去scroll啊或者是翻页 而且再加上它是这个触控屏的话 我伸手滑一下内容啊 放大一下照片也是更加的直接的 那除了像我这些文字编辑者之外呢 对于图像啊影片的编辑者而言 这一块屏幕的高色准啊广色域 也可以更好地还原照片的色彩准确度 所以你在调色或者剪片的时候 就不会这样容易出现偏色的情况 不过像我这种之前用过16比9屏幕的人来讲的话 换过来这块屏幕我最大不习惯的地方 就是它的分屏功能 像是我左边开着资料要写稿的时候呢 我右边打开这个Google Door 你看它可能就会吃到字 所以我可能就要手动再去调整才可以开始写我的稿了 那另外一点呢就是看YouTube开全屏的时候 上下的黑边就会来的更多了 不过聊回这个触控屏呢 其实我对它使用率是蛮低的 一是因为我习惯用滑鼠 二是因为其实它的体积蛮大的 所以如果包在腿上用的话 看内容就会蛮吃力 然后腿也会痛 所以如果可以选择的话 我就会把它放上桌上使用 就不会什么用到这个触控屏啊 不过聊胜于无码有这个触控屏 绝对对屏幕是一个假分享 就看你有没有这个需求啦 所以我觉得这个3比2的触控大屏呢 对于那些啊 时常要打标格 用XL Word打 或者是对图像色准要求高的用户来讲 它就是一块很好的生产力屏幕 不过如果你对触控屏或者大屏没有太大兴趣的话 它可能就不太适合你了 那讲完屏幕 有没有发现这个窄边框隐藏着一个小小颗的摄像头 没有错 最近的华为笔电终于把那个会排到你双下巴 角度很怪的隐藏式摄像头回归到了上面 那这一颗前置摄像头呢 也从720p升级到1080p的智能广角镜头 那除了像素升级之外 它还支持自然对视功能 也能开启影随人动 让你在video code移动的时候 也可以一直保持在画面的中心 那性能方面呢 华为MacBook 16s也是通过了这个 Intel Evo3.0的认证 搭载的是第12代的Intel Core i7处理器 加Intel Iris Xe Graphics显卡 16GB LPDDR5双通道内存 和512GB或1TB的NVMe PCIe SSD 拿来打LL游戏的话 开启Ultra High Graphics FPS平均在120-140之间 那团战也不会出现卡顿的情况 散热效果也算不错 整体的问题不大 那讲到Intel Evo大家有知道 通过它认证就要具备一些 像是超长续航啊 多接口等等的特性 那通过Intel Evo认证的华为MacBook 16s呢 也搭载了这个84瓦时的大电池 加最高135瓦的双头USB-C充电器 那官方就耗称30分钟就可以冲进50%的电量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大马来的只有这个i7的版本 附送的是90瓦的充电器 那如果你还是想要用这个135瓦的充电器的话 就要看华为有没有额外售卖了 那接口方面呢它就有6个包括 两个USB-A 3.2 Gen1 USB-C Tunderboard 4 HDMI 以及一个3.5mm耳机加麦克风二合一的接口 那我觉得这个接口规格算是蛮应有尽有的啦 而且我觉得有一个小贴心的地方 就是在它的接口设计上 像左边的话 我就可以同时使用这个Type-C接口充电 还有3.5mm的耳机孔 那右边的话就是Type-A的 我就可以用这个有线的滑鼠 就有更大的范围去操控 就不用从左边再接了这个滑鼠 在转过来右边非常的麻烦 互不干扰 然后就不容易产生这个数据线缠绕的问题 键盘的部分 华为MacBook 16s采用的是1.5mm的高间层键盘 也是全尺寸的背光键盘 摸上来是滑滑的手感 回弹力度适中 打起自来整体的手感是蛮舒服的 不过可能碍于它的机身偏长 然后它的键盘比较集中没有靠扁 所以我在打字的时候 我时常会顶到这一个脚 然后我自己就有一点的痛 而且像是我同事的经验 它就有戴手表做工的习惯 然后它的左手手表时常会卡到这个边边 所以用起来可能你就要慢慢的再重新适应一下才可以的 机身带它的Mouse Pack跟着变大 提升了46%的面积 防指纹也是防刮痕的 那在它肩膀两侧呢 也有这个双扬声器立体声 然后因为它是朝上的关系嘛 所以就可以带来更真实的立体声环绕音 那在左上角呢 还有一个指纹加开关键二合一的功能 解锁速度都是非常快的 那最后呢就是华为生态圈的朋友一定都懂的 多屏协同功能 那点击右下角的控制中心 进入了这个超级终端界面 就可以跟华为手机啊 平板显示器智慧屏等等进行互联 那将不同的华为设备互联过后呢 你就可以跨设备协同了 像是笔电屏幕上你可以直接操控手机 拿来刷社交平台啊 刷短视频打电话发信息都不是问题 再像是连接了这个华为MapPad 你就可以使用这个Miro模式 S10模式 还有这个Colobrate的模式 那你就可以根据你不同的办公需求 来使用我刚刚提到的这些模式 那这些功能呢 我们在之前的几支华为影片当中 也有一一介绍过 所以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比较理解了吧 而且当华为的耳机啊 键盘音箱等等的这些配件 靠近这一台电脑的时候 它也会自动跳出弹窗立即连接 所以如果你是华为生态用户的话 它是一个超级终端功能的话 就可以帮你省去很多的时间 提高你的工作效率啦 那这里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些有趣的小功能 像是平时我们要用笔电录屏的话 我们往往就得到录第三方的软件才可以用上 而这一次呢 华为就通过了这个控制中心 就可以直接实现截图以及录屏的功能 像是截屏就有四种模式 非常的简单实用 而录屏呢只有三种 第一种同时录下摄像头还有屏幕的画面 第二种单单录屏幕 以及第三种单单录摄像头的画面 那这些截屏以及录屏的可观性都很高 而且我也不需要另外再下载第三方的应用 更加的安全以及可靠 那总结页呢我觉得华为MacBook 16s呢 有着非常出色的这个屏幕表现啊 无论是在色准啊分辨率以及它的触控屏上 对于这种长时间要阅读文献 或者是对色准要求高的办公主来讲的话 它绝对是一款非常出色的这个生产力屏幕 再加上第12代的Intel Core处理器 它在性能表现上也是游刃有余的 最后再配合上华为越来越完善化的超级终端功能呢 它就算是一款全方位都表现优越的轻重度办公笔电啊 那如果你的需求呢只是打打字啊 偶尔逛逛社交媒体的话 或许跟平价的笔电就可以很好的满足你的要求啦 那最后呢华为MacBook 16s的售价呢 我就会把它放在这里 不只要你马不满意呢 好啦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 喜欢自己影片记得按赞留言分享 以及开启小铃铛 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更新啦 我是Gin Gadget的Apple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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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